糖友在饮食上要慎选这七类食物 一 高糖食品 包括蛋不极限于白糖 红糖 冰糖 麦芽糖 巧克力 蜂蜜 蜜饯 以及含糖饮料的果汁 各种糕点等等 另外有一些大剂量的蜜丸中药 您在服用的时候也需要注意 二 含糖高的瓜果蔬菜 虽然我们建议糖友适当地吃一些水果 但是有些含糖量比较高的水果 糖友们尽量不要多吃 你比如像桂圆 荔枝 大枣 各别品种的葡萄 金桔 甘蔗 榴莲 香蕉等等 三 含盐量高的食品 比如咸菜 咸鸭蛋 一些腌制食品 加工过的肉类 香肠 熏肉 午餐肉 腊肉等等 研究发现过多的盐具有增强淀粉酶活性 促进淀粉消化的作用 可能引起血糖升高 四 淀粉类的食品 有些快径类的蔬菜 你比如像芋头 土豆 南瓜等等 吃此类的食物时 要记得与主食要进行互换 此外 土豆的含钾量比较高 合并有肾功能不全 和已经确诊了有糖尿病肾病的糖友 食用土豆后可能会加重肾脏的负担 五 碳酸饮料 市面上绝大部分的碳酸饮料里面 糖分和热量含量都是比较高的 无疑会导致糖尿病的加重 对于糖尿病患者而言 最好的饮料就是排开水 六 动物脂肪 炼制动物油含有丰富的 饱和脂肪酸和胆固醇 长期的大量食用 有加重动脉周样硬化的风险 增加发生心脑血管疾病的风险 七 酒类 我们一再坚持糖友不饮酒 如果非要喝一点 那么就要请注意时机 对于餐后血糖超过10 或者合并有严重的肝病 高血压 高血脂 一线炎 严重的心脏病的患者 我们建议您不要饮酒 我是杨军医生 以上这些您都记住了吗 严密的陷阱 无糖食品并不是真正的无糖 我们的糖友啊 在买无糖食品的时候 不能盲目的听信宣传 很多商家呢 为了吸引消费者购买 会打出言辞夸张的广告 标榜和鼓吹自己是糖尿病患者的专用食品 可以大胆的吃 面对这样夸张的宣传呢 我们一定要打起12分的警惕 随意听信呢 只会伤害自己的健康 首先说明一点 无糖食品的本质呢 是低糖食品 无糖食品的无糖呢 只是无蔗糖 大部分呢 还是含有碳水化合物 这个呢 和米饭和馒头是一样的 吃下去呢 也会在体内转化为葡萄糖 而导致血糖升高 摄入过多呢 也同样会导致肥胖 同时呢 很多的无糖食品呢 为了保证口感 也会添加大量的油脂 时间一长呢 也会导致血糖升高 因此呢 糖尿病患者 使用无糖食品后 一定要减少正餐主食的量 其次呢 还需要小心人造甜味剂 最常见的蔗糖替代品呢 是木糖醇 因为木糖醇的特点 是热量低 它的甜度呢 却与蔗糖相同 而且呢 无论是吸收 代谢 还是利用都比蔗糖要来得快 因此呢 它引起血糖的波动呢 也比蔗糖小 但部分无糖食品呢 加入的不是木糖醇 而是糖精 阿斯巴田 三氯折糖 等这些人造甜味剂 最新的流行病学研究表明啊 这类的人造甜味剂 增加了食用者 患二型糖尿病的风险 而且呢 被怀疑增加了患癌症的风险 那么我们如何规避这些无糖陷阱呢 首先呢 养成看食品成分表的这个习惯 除了查看是否真的无糖以外呢 一定要关注食物原材料本身 是否是生糖指数比较高的这种食物 部分原料生糖指数高 尽管没有添加折糖 也是不能够盲目过头食用的 你比如各种精细的糕点 饼干等等 通常会添加很多的碳水和油脂 同样不适合糖尿病患者多吃 同时呢 配料表上著名的热量 也可以更好的帮助我们糖友 进行摄入总量的控制 我是杨军医生 以上这些您都记住了吗 糖尿病人更要注意保护好你的肾 糖尿病的并发症 其中之一呢 就是肾病 无论是痛苦的程度 还是治疗的难度 以及花费 都是其他并发症 不能急的 不过好在呢 糖尿病肾病一般呢 发生在糖尿病的后期 给了我们充足的时间呢 来预防它 如果身体出现了下面几个征兆 这就是肾脏发出的求救信号 我们一定要抓紧时间 重视起来 征兆一 出现困倦和乏力 长期的感觉困倦和乏力 可能是肾脏疾病的早期预警 因为这个症状太寻常了 特别容易被人忽视 尤其是中老年病人 当肾脏受损时 就无法有效的维持身体的水电平衡 一旦这种平衡被打破 就会导致身体的各种不适 最明显的表现 就是出现困倦和乏力 征兆二 身体出现浮肿 晨起的时候 你照镜子 是否发现眼碱或眼面出现了水肿 劳累后症状加重 休息后还能减轻 其实这有可能就是肾脏问题的早期表现 当肾脏受损时 肾小球滤锅率会下降 导致水纳猪流 水分在组织间隙滞留 形成水肿 此外 肾脏损伤还会导致大量的蛋白 从尿液中流失 血浆蛋白水平下降 这使得水分滞留在组织间隙中 进一步的加剧了水肿的现象 比如最常见的 盐碱的浮肿和盐面的水肿 以及小腿的水肿 征兆三 免疫力下降 糖尿病人肾脏受损后 身体的抵抗力及免疫力都会降低 感冒等疾病更会乘趋而入 一旦发生了感冒 不仅会加大病人身体的负担 还可能对肾脏产生不利的影响 使病情进一步的恶化 征兆四 尿液出现变化 正常人每天的尿量 在一千到两千毫升之间 如果发现自己的尿量 逐渐的减少或者是增多 这可能是您肾脏发出的警告 特别是夜间出现多尿的情况 我是杨军医生 以上这些您都记住了吗 糖尿病患者如何忌口 都说糖友们要忌口 到底怎样忌口 众说纷纭 今天杨大夫就给大家总结了 五大类食品 您一定要远离 一高糖食物 糖果 蛋糕 果汁 奶茶 甘蔗 这样的食物 它能够快速地升高血糖 糖友要尽量地远离 咱们经常吃的炒菜 比如糖醋里脊 糖醋鱼 糖醋排骨 鱼香茄子 鱼香肉丝 鱼香豆腐等等 这些都是加了糖的菜肴 也要少吃 二高碳水食物 面汤 大米稀饭 糯米饭等这些大米 白面等精细米面 经过精加工去除了 能够延缓 葡萄糖吸收的膳食纤维 生糖的能力就非常强 如果你再把它做成面汤 稀饭等等 生糖的能力 堪比糖水 糖友尽量不要吃这些 粮食中带有糯 粘的这样的食物 你比如糯米 糯玉米 糯糕粮 粘小米 这些都是粘糊糊 糯粘的 淀粉含量都很高 容易升高血糖 糖友们也应该远离 第三 油炸类的 比如我们日常经常吃的 油饼 油条 薯条 炸花生米 还有炸鸡翅等等 油炸类食物 不仅营养单一 热量还高 生糖很快 它可以增加 胰岛素抵抗的风险 还容易引发体内 饱和脂肪酸的堆积 增加动脉中央硬化的风险 高温油炸产生的 炸环氨这些物质 还可能致癌 菜肴中带扁 水煮 帽这样的菜肴 如干扁豆角 干扁杏鲍菇 水煮鱼 水煮肉片 毛血旺 冒菜等等 用油量都很大 容易让人长胖 还容易升高血糖 糖友们也要少吃 四 深加工的食物 比如像香肠 午餐肉 腊肉 果酱 腌菜等等 这些过度加工的方便食品 大多添加了糖 盐和脂肪这些物质 而且大多数去掉了 对人体有用 但味道不一定好的 这些膳食纤维和微量元素 还大幅的增加了能量的密度 比如花生夹心巧克力 对身体健康非常不利 不止糖友 血糖正常的人 也要少吃这类深加工食物 五 含胆固醇高的食物 你比如像动物的脑 肝 肾 肺 肠 这些动物内脏 它胆固醇 是形成动脉周样硬化的原料 长期大量摄入高胆固醇食物 容易形成动脉周样斑块 但是大家也不用 闻胆固醇色变 例如我们的鸡蛋黄的胆固醇含量 也是比较高的 但每天吃一到两个鸡蛋 是完全没有问题的 不过动物的内脏 尤其是动物的脑 胆固醇 和饱和脂肪酸的含量 都非常高 三高的人群 要尽量地远离 五 酒精饮料 白酒 啤酒 红酒 黄酒等 中国二型糖尿病防治指南 明确地表示 不推荐糖友饮酒 长期过量的饮酒 容易导致胰岛素受体受损 加重胰岛素抵抗 还容易损伤肝脏 增加心血管疾病的风险 我是杨军医生 以上这些 您都记住了吗